你好,公歌生物小讲堂 二之二这个探讨活动 与其说是换探讨活动 倒不如是补足了这个双骨螺旋DNA结构发现史 同时也做一个纸的模型 让各位可以玩玩看 三之一,如何建构DNA的双骨螺旋的结构呢 这个19到20世纪的时候 因为那个X射线被发现 这个X光晶体绕色法 基本上时至今日 还是我们真的要实际上看到某个分子的结构的最佳的方法 所以当时发展出来之后 就开始用各式各样的结晶法 然后去看各种的物质的结构 那么当时的研究已经出现 就是说DNA应该就是遗传的物质 那所以DNA的结构的解开就变成是当代人最想 给予快速了解的东西 因为你知道了DNA到底长什么样子 才能够进一步去了解 例如说DNA是怎么复制的啦 DNA是转移成RNA 转度成RNA等等的过程 所以DNA的结构真的是当时的圣杯 大家都有那种共识 就是谁能够快速的解开DNA的结构 应该就可以得到诺贝尔奖 好那但是我们所熟知的华森与克里克所解出来的 双骨螺旋DNA的结构是一步到位的吗 答案是并不是的 事实上中间有很多想象的中间的模型被想象了出来 但是也因为他们都不符合了一些当时所了解的DNA的 已知的结构或是已知的一些讯息 所以就被扬弃掉 最后留下来最颠扑不破的就是双骨螺旋DNA 那同时我们也透过模型的方式 让各位可以对于DNA的结构可以更加的了解 包括它的五端到三端到底是怎么样的排列法 还有反向平行螺旋等等的状态 好那背景的资料 查加夫法则会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讯息 因为他研究了不同生物的DNA 结果发现密定还有票灵的笔值都接近1 而且A大致上都与T相近 G大致上都与C相近 也就是如果你知道查加夫法则的话 你心中可能就会有一种想法 就是A大致上会跟T会进行配对 然后呢 C大概会跟G进行配对 你大概就有这种这样子的一个概念 但是不是每一个在发展DNA结构的人都知道这个查加夫法则的 我们这边呢做个统整 从第一个这个佛伯格呢 他所发展出来的单股螺旋模型开始 还包括了古兰德与乔丹德不具分叉的现状聚合物 那华林与华生克里克他们都有想到的三股螺旋模型 还有富兰克林呢 他提出了螺旋结构 丁酸基在外 寒氮减基在内 以及最后华生与克里克想出来的双股螺旋模型 分别会长什么样 那我们这边挑选了其中几个来跟各位做介绍 第一个我们先来看佛伯格 佛伯格呢 他的想象是一个单股螺旋的模型 事实上以当时的推估来看呢 有一些正确的讯息在里面 例如说寒氮减基之间的距离是0.34个nm 这句话是正确的 但是减基与寒氮跟去氧核糖之间的角度会接近于垂直 这个可能呢 想象出来了 但是可能会不符合一些 就是例如说里面的一些原子跟原子之间的一些互斥 或者是一些带电荷与否的一些想象 所以呢 这个模型后来就是失败了 刨铃呢 各位可以去查一下 他其实是有得到 另外因为另外一件另外一个研究 是蛋白质结构的研究呢 有得到诺贝尔奖 然后呢 他当时也是非常给予希望能够知道DNA结构的人 而且他也想出了一个他觉得非常美丽的模型 是三股螺旋的模型 这三股螺旋的模型呢 他的想象是磷酸基会在中间 然后呢 寒氮碱基会在外围 然后形成了一个三股螺旋的模式 但是他在把这个模型画出来 并且甚至都有把它正式发表了之后 很快的就被人家受到了质疑 就是这个磷酸基事实上呢 它是有带负的电荷的 但是在它的原始的画图里面 这个负电荷他并没有把它画出来 所以他才会想象中觉得 磷酸基在中间会是一个稳固的状态 但事实上如果一考量这个带负电荷的状态 事实上这个结构并不会是稳定 所以这个三股螺旋出来之后 并没有受到广大的讨论 而是大家一眼就会觉得 这个结构事实上是错的 所以这个就是明明是个大佬 但是犯了一个相对比较单纯的错误 那么为什么会犯这样的错误 事实上也跟袍林呢 他并不接受 或说他并不喜欢这个查家夫的研究有关 这个我看别本书上面讲说 查家夫事实上是一个很碎嘴的 讲话很难听的一个人 所以华和林其实并不喜欢他 但是华生克里克他们有知道呢 这个查家夫法则 所以他们呢也把这个A跟T会配对 C跟G会配对这件事情呢 把它纳了进去 再加上了富兰克林那个很关键的 让他得到了螺旋形状的这个idea的这张图 因此华生克里克他们想出了双股螺旋模型 并且A跟T会进行配对 C跟G会进行配对 然后呢这个双股螺旋每一圈会包含10个碱基对 然后这10个碱基对呢 加在一起大概是3.4个nanometer 也就是这跟第一版的那个模型 每一个碱基跟碱基之间是包含是0.34个nanometer 这其实是一个很正确的一个一致性的一个想法 然后呢 当DNA复制的时候 他就可以利用去氧核肝三磷酸 这个用减写的话叫做底NTP 这个N呢代表A或T或C或G的意思 然后脱掉一分子的胶磷酸根 胶磷酸根呢 我们又把它简单叫PPI 原本有三个 TRI是三个的意思 丢掉了两个磷酸根之后呢 剩下的一个磷酸基就会作为骨干 以供价件的方式呢 跟这个五碳糖 三碳上面的枪基呢 去进行相连接 好 那所以呢 这整个的过程呢 各位可以看看课本 然后你也可以拿这个课本所附赠的这一个纸的模型 把它简简看 把它简一简 黏一黏 A会配T D会配G 然后构成了一圈之后呢 十个可以构成一圈 然后呢 我们就可以完成一个完整的双骨螺旋DNA的结构 做起来会像右图这个样子 好 那我们来看看问题去讨论 DNA的骨架 应该是由核肝酸的哪个部分所构成的呢 这个骨架是在外侧还是内侧呢 答案是在外侧 那么它的骨架是由什么所构成的 是由这个五碳糖 然后呢 这个地方会连着寒氮碱基 然后这个地方呢 会加一个磷酸基 所以呢 会一二三 三号碳这个地方接个磷酸基 然后在五号碳这个地方 可以呢 再跟上面这个磷酸基 它的磷酸根呢 上面这个核肝酸的磷酸基进行连接 所以呢 骨干指的就是左边的这个部分 它是由五碳糖跟磷酸基所构成的 第二题 刨铃与华生克里克 其实他们都有提过三股螺旋的DNA模型 这个模型将去然核糖跟清水性带负电的磷酸基 基于中间 那为什么不正确 答案就是因为这个带负电都聚在中间的话 会有负电负电相似的问题 所以这个结构并不会是稳定的 第三个 请观察子模型的第一个碱基对 可以跟第几个碱基对对齐 答案是第十个碱基对对齐 也就是绕一圈大概会有几个碱基对呢 大概会有十个碱基对 那么碱基对之间夹角大概是几度 那就是36度 那碱基的化学结构中有多处可以形成轻件的位置 事实上不是只有A跟T可以形成轻件 C跟G形成轻件 事实上也可以是相同的A配A T配T 这个也是曾经他们所想出来的一个模型 但为什么这样子会后来被放弃掉 的原因呢 是因为A配上T C配上G 刚刚好是一个线飘铃配上一个胸线密钉 一个包密钉配上一个鸟粪飘铃 也就是都是一个飘铃配上一个密钉 飘铃呢 它是两个环的结构 然后呢 密钉呢 是一个环的结构 也就是如果是一个飘铃配一个密钉 就会一个大 配上一个小 飘铃配上密钉 就会是一个小 配上一个大 所以在双骨螺旋里面 它就会是一个很均匀的宽度一致的结构 而如果今天都是线飘铃配上线飘铃 都是飘铃 飘铃呢 是一个双环的结构 是一个双环的结构 那么这个地方就变得比较宽 胸线密钉 密钉是一个单环的结构 那么它就会变得比较窄 也就是这个DNA呢 就会这样子宽宽窄窄窄窄窄窄 事实上这样子想象起来 也是一个相对比较没有那么稳定的结构 好 所以A配T C配G 这件事情应该是蛮有可能的 好 最后呢 我特别放了这个龙藤的探 延伸探究 因为它有多讲了一件事 就是我们生物体内DNA 大部分是以右旋的方式存在 这个也请您就是 把那个DNA结构把它拼出来之后呢 对着这张图来对应看看 是不是我们的那个纸的那个模型的设计 也是用这个右旋的方式呢 好 以上就是探讨活动2-2的内容